就是每个事情都要有一个 嗯 明白 谢谢Amber的分享 那么其实Amber这件 自己的故事呢 也是跟我刚刚 浅肥是有一点点 相似的 就是我们为了快速的能够达到 我们希望的一个目标 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 其实应该要 我们的身体状况 我们应该劳逸结合 或者说我们应该在规则之内 然后去进行 然后最后呢 都是导致我们的身体受伤 那么我们四号卖的小伙伴 有没有想要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呢 就是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 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有啊 当然有啊 好多次 我凶多次了 每次都是考试之前 我会发现自己会 走球 踢足球 或者玩收集 或者 嗯 出去玩 或者什么什么的 然后考试的一万上 一万之前就是 熬夜睡洗 他 我 每个人他们都知道 他会影响到 将来的 将来的有一些 怎么说呢 嗯 将来的自己的成功嘛 嗯 他可能会影响将来的成功 但是还会做做到那种东西 所以 我的个人经历就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 比如说在比如说我们国家 或者什么什么没有发达的国家嘛 嗯 在那边人们都知道在河里的对边 不要不准于建立一个房子 或者什么什么的 但是大家还要做 还要在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什么什么房子 结果呢 他会发洪水了 嗯 影响到自己 影响到每个人的 未来 所以 嗯 就是这个吧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 那么 我们后加入的斯达 在听了大家刚刚的分享以后 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分享 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呢 嗯 嗯 我就刚刚听到了 就是你的和安波的经历 我就想起来了 可能我也有一个相似的经历 但是可能也不是一样的 但是我小时候我的那个TU不太好 我的身体就是我比较可能是比较烂 我的TU真的不太好 嗯 然后很多我们就是在学校有很多一些 那个篮球啊什么这个比赛时候 比赛的时候我的朋友他们都不加入我之类的 这一样的 不是真的吗 我那边都不在买你了 我你呢